歷史為盡 以鼓見證 笑談天下新鮮事 齊有此旅開講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呂捷 歡迎收看今天的齊有此旅 換個角度來講道理 我們在看電影參與一句對白 我也想當個好人 《華登書》裡面有個非常經典的對白 如果可以當好人 誰想當壞人 當然這不是在幫所謂的壞人或者犯罪者開脫 而是這個世界上除了黑與白以外 中間還有很多的顏色 但是往往我們在看新聞的時候 或者是看到一個新聞事件的時候 我們通常在很多網友或者是朋友們 通常在第一時間就下了判斷跟審判 但是監獄就是歸法務部矫正使館 為什麼要做矫正使 就是我們希望把它矫正過來 人都有犯罪的可能 人也可能都有犯錯的時候 那到底怎麼去矫正它呢 我們今天邀請到台灣最知名的教誨師 也是牧師黃明正老師 黃明正牧師來跟我們說 他在穿越所謂監獄這道高牆的時候 到底他怎麼跟這些所謂的受刑人 甚至是最大惡己的死刑犯做交流 我們歡迎黃牧師 謝謝大家 謝謝李松請我來 黃牧師 牧師我們這麼說 其實台灣一直以來 我們面對這個犯罪的問題 當然廢不廢死這個是一個大災問 OK 可是你輔導那麼多的死刑犯 或者是你當這麼多死刑犯的教誨師 對 OK 因為我們看了一下資料 哇那些幾乎當時 我們不能講江陽大道啦 但是就是在台灣我們說 在新聞事件上鬧得瘋瘋瘋瘋瘋的這些人 很多都在你的教誨 你的生涯裡面 那你遇過這麼多人 你有沒有遇過最頑固的 就是明完不靈你知道嗎 深公說法完食都點頭了 那有沒有遇過真的明完不靈的 有啊有啊 也有 死刑犯 這個有時候就是見到棺材不流淚的 人心硬到這個地步 是 好像都已經著魔了 他已經活在半空中的 是天地有魂 是 人間鬼魅 都是 但是呢 有悔悟的大概一半 有悔悟的大概一半 對 因為你這麼多人 因為我聽說是政績 因為這麼講好了 我常跟很多朋友聊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太講道德 我覺得德這個字太高了 我們喜歡講道義 義者一夜 我們這個高中文化基本教材都學過 一夜就是你該不該這麼做 你能不能這麼做 你可不可以這麼做 你這麼做晚上睡不睡得著 可是你知道鄭杰事件那個時候 在捷運上的那個殺人事件之後 那天晚上新聞報導是 鄭杰在裡面睡得非常好 就是這個一夜好夢 或者是這個一夜無夢這樣子 然後隔天起來還會吃早餐 老師你怎麼看 你這個你叫回師 你叫回那麼多人 牧師你叫回那麼多人 你怎麼看鄭杰這個案例 他是活在那個虛擬世界裡頭 那一天也玩那個網路遊戲 那個十七個小時 看起來在房間裡面乖乖排了 爸爸媽媽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他的思想很多東西都是非常狹窄 就是玩那個殺戮遊戲 血累積的越多 他就表示說 過一陣子可能被人打死 按一下去等又火了 所以他覺得說我殺了更多人 我被殺 被殺以後可能有一天 按下去又火了 所以他整個人活在虛擬世界裡 沒有現實感 可是老師我說實在 我們那時候讀大學的時候 開始流行的一種射擊遊戲 叫做CS 你知道就是有一次網路有張梗圖 就是那個CS裡面有個場景 是在屋頂他的狙擊槍那個畫面這樣 我們也都玩過 我們那時候同寢室的室友 也有沉迷在那個遊戲的 每天一回來就立刻連線 什麼沙漠 吃音 MP5 無知衝鋒槍 可是我們並不會有這樣子 這麼嚴重的這個傾向 你們那個時候可能比較乖乖派 他想出名 現在網路裡面世界越來越紅的時候 一下子歐爾很出名 所以他想出名 搞到最後 他在監獄裡面關的時候 才跟他同伙說 我是想出名 不管是出名也好 我總是想出名 是 所以他寫了一大堆文章 我在網路的監獄裡面要殺人 這個文件裡面 被他們的教官看到了以後 找他來問 沒有啦 我是開玩笑的 我想說快爆發了 趕快去買刀就去執行了 就這樣啊 他想出名 所以他是有意思的去幹這件事情 當然啊 現在網路裡面一夜成名 一大堆 他想一夜成名 管他我死了 反正他已經活在那個虛擬世界裡頭 是 那你在跟他接觸的時候 他有忏悔嗎 因為這麼說好了 我們看到很多 你知道以前台灣對於這種刑案喜歡追 甚至有一段時間 電視台很喜歡做有關 類似重案追氣令 這種刑案的節目 那也找過很多教諭師 牧師來談這些 所謂的死刑犯 所謂這些死囚 那大概都會講到就是 他們最後悔改信耶穌 或者是歸在佛祖的門下 然後甚至他們在面對死亡的時候 是不是像我們想像中的恐懼 他認真覺得自己的錯誤 那鄭傑有嗎 沒有 因為他覺得 我所相信的是網路世界 虛擬才是真實的 其他都是假的 所以天堂我沒看到 所以我不信 第一我沒看到 我不信 所以我說一句話 他這是冷血的 他覺得說 我怎麼會發現人 在絕音上被我這個刀罪刺進去的時候 怎麼刺他們好像刺豆腐一樣 那麼容易啊 那麼軟啊 肉怎麼那麼軟 一刺就像豆腐 沒有人性 完全沒有去想到說 別人到底怎麼活 你想死 人家想活 你為什麼一定要讓別人死 你自己想死你就去死嘛 你就是他就 後來就告訴人家說 他很想死 所以他殺得越多越多越多 好像網路裡面 所以我遊戲殺的人 約多越多 自己有一天都被殺嘛 他很想死 他覺得說 我反正就是要做一件 風風烈的事情 管他我死後也有什麼臭名 他沒有人性 是 所以我講這個 心裡面是很痛的 怎麼一個小孩子 讀到大學啊 軍事學校也去讀過了 可是都被惡意啊 結果因為成績不好啊 所以搞到最後自己也很傷腦筋 因為網路世界把他整個困住 是 那你在跟他聊的時候 他就是一心要求死這樣嗎 他也是覺得說 應該很快就死 沒想到搞到這個案子也兩年 因為你死傷的人那麼多 一個一個要問一個一個要問啊 搞到最後自己很後悔 我說你後悔什麼 我後悔當時想錯了 我以為是殺了一多人很快就被殺 很快就被槍決 對啊 被槍決啊 是這個 我們這個政府 隔朝換代之前的十天 本來換了另外一個黨了嘛 是 執政黨 可是另外一個黨就是 我先把你槍斃再說 所以鄭傑被槍決的時候 他有悔意嗎 沒有悔意 沒有悔意 他只是在刑場的時候 跟檢察官說了一句話說 我可能 我們能不能喝水 他能不能喝水 對 當然 刑場裡面最後一餐裡面有水 有 對啊 所以反正就是 人到了死的時候 見到棺材不流淚了 真的完全是冷血 是 那我們看到的是 陳靜欣也是你手上輔導的案例 對 怎麼 因為 這麼說好了 如果說一近十 近 陳靜欣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大概 二十年前了 差不多 我大概二十歲左右 二十幾年前的事情 白小燕案嘛 二十幾年前的事情 然後那個時候 陳靜欣他的確是最大惡極 他 殺人不眨眼 對 而且很多 那種被害者 他還盡情性侵 對 那你 這個案例到 這個 所謂的死刑犯 這個死囚 到你手上的時候 你怎麼看這個 他畢竟 陳靜欣不一樣 他不是那種網路裡面 遊戲的那種虛擬人物一樣 他是很現實的 他知道他自己從小 缺乏家庭的愛 所以至於他就 形成他錯了 這小學 就是勉強阿嬤 去跟校長課頭以後 他畢業了 國中第一天去學校裡面 拿到書本回來 ABC都不懂 從那天開始都不去學校 可是為什麼還要寫書 寫了兩本書 因為在監獄裡面學的 所以監獄裡面有在叫化他 也在叫化他 最後一個案子 就從他們綠島出來以後 犯了那個大案 是因為他們是完全受人的受死 要去拿那個五百萬美金 背後有一個主食者 是 所以他們就被利用了 反正我 你把他綁了以後 最後一定會有一些收穫 有些錢 可是他最後因為南非五官 原諒他以後 他整個人就改變 是 他為什麼會改變 就是因為南非五官一家人 跟他相處了 二十五個小時以後 後來南非跟我們台灣斷交以後 他們要回去之前 又到監獄裡面去看這些 所以受感動 回去以後 又派很多人來關心他 要寫很多信的給他 他在裡面完梗的心靈 才受到感化 因為我聽黃牧師你說 就是一般教育要四年才看得到成果 為什麼是四年這個數字 因為 因為症結兩年就 對 因為養成教育大概要四年 因為一個人的習慣 還有他過去的生活背景 因為一個人 比如說他為什麼會犯罪 他有大概四個要素 就是他是感情淡薄 不穩定性 攻擊性成 還有這個就是 反正就是自我中心 這樣的人物你要想改變他 像我大學教育要四年 才能夠變化他的氣質 有內而外的改變 所以一個人 大概普通的在監獄裡面的人犯 需要有四年的功夫 才有辦法真正的教化 其他人就是可能有一些都 還沒有教化好 他們就嗆病了 有一些人玩梗不凝的 可能時間還要早一點 還要久一點 對不對 但是牧師真的很不好意思 挑戰一下你的專業 教化真的有用嗎 因為我們看到了太多太多 所謂的這個蟲犯 就是他 因為你知道那個債犯率最高的 大概就是吸毒 對 然後再來竊盜 還有性侵 OK 就是我們不是說 對這個社會沒有信心 沒錯 但是就是債犯率太高了 說得完全正確 江山易改 本性難移 可是有些時候 人在大風大浪的時候 比較容易大策大霧 關在經驗裡面什麼都不自由 所以自由都會想一想 會用腦筋想一想 我們華人講 生死而後醒 他們根本沒得思考 他們對這個犯罪的風險力 他們沒有思考太多 沒有想到說 我有警察把他抓起來 他們沒有想得那麼多 所以他犯罪的人 腦筋其實都不是聰明人 都是好像有點像 take chances 就是所謂投機一份 所以這樣的人 你給他撬話以後 他會發現 好像我什麼地方有差錯了 我需要稍微調整一下 所以有時候 剛好那個時間 跟他講一下 說他回覆過來了 回覆過來了 後路就走不同的路 就受驕傲 但有些人當然認為說 特別是死習慣 根本不必叫化他 因為要槍斃 你為什麼要叫化他 可是死習慣叫化他也有意義 因為他在監獄裡面 會有很好的表現 他如果真有悔改的時候 他會有好的行為 第二個他會向被害人道歉 第三個他願意堅任器官 他也會家裡面的人 來看他的時候 態度也會非常好 不會說家裡面來的時候 他就在 不要來啦 人家來都好 大聲地罵家裡面的人 他如果真有悔改的時候 會修復跟家人的關係 他會向社會道歉 之後他的表現的建議裡面 甚至願意堅任器官 可是很多我們看到一些訪談 比如說一些退休老刑警講的 其實他們那些都是裝出來的 他也期待 就是你知道 所有的這個 幾乎啦 幾乎所有的死刑判決書 大概都有這幾句話 其行為泯滅人性 令人罰子 求其生而不可得 虛有與社會永久隔絕之必要嘛 他可能就是那些他裝出那個樣子 他可能只是想要 有沒有機會再活下來 對 當然人有求生的那個本能 是必然的啦 可是建議裡面跟他們活在一起 每天24小時的管理人員 救人員 他們會告訴我 牧師那一個是完正的 你好好輔導他 有時候會跟我說 牧師那一個是假的 團票的 不要理他 所以我們也會觀察 我也當過警察 所以我們有觀察數 我們華人也說 經濟員也有關其行 人員說在人員說在 騙不了人 騙不了人 他裝裝到最後也裝不了太左 所以搞到最後 他還是會言行閉路了 可行不可行 久了以後就發現 那他不好了 那不好了 他自己會說 他自己會說 為什麼讓我活 那牧師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就是 當死刑犯 或者是這些重刑犯 第一次跟你接觸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大概是什麼 因為你知道很多那種 我們說實在話 真正你看到那些犯下 滔天大罪 手上沾滿鮮血的 其實都不是這種人 都不是真正兄弟人 當然也有啦 但是大部分其實不是 對 你說我們這樣 以成績心來講 其實那也不是真正露魔 對 我印象很深刻的幾個死刑犯 第一個是羅章的警衛 就是溫錦隆 我那個印象很深刻 他每次見我的時候都會 腳撩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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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上 這個都會夾著一本聖經 因為他是一個基督徒 他為什麼很那樣 因為他被他的同學 就是借了子彈以後 子彈上面就借槍 拿那個槍去就搶劫 所以他祖從一律祖死刑 可是那個時候他那天辦死刑 他覺得自己很懊悔 所以他還會覺得說 我當時為什麼那麼心軟 所以他是心軟的一種 可是有一些是心很硬的 像這個有一些 有一個派出所的主管 他全身都是赤龍化虎 我不曉得他是當了警察 派出所的主管 對啊 姓什麼我都還記得 他也是擄人熱鼠撕票 到最後也是槍斃掉 可是他在裡面 呼喚喚語 裡面都刺激了 我看來都好覺得 到底是以前進入警戒之前 就刺激還是以後的刺激 我是沒有問他 可是在裡面 人家講那個金箍 金箍就是我們檳榔 他每天都有 會走市中去 搞東搞瀉 我就覺得這個心很硬 有一些心有的心硬 但是有一些人 真的到最後他會散勸 像劉煥榮本身是個大哥級 是 他也常常在裡面的三圈那個小弟 哎呦你剛剛爸爸媽媽來 你怎麼那個態度 怎麼那樣不好不好 你趕快寫信回去 向爸爸媽媽道歉 還有客氣點 你練字 把字練好一點 讓你爸爸媽媽看到你自由進步 這樣你會安慰清心 是 所以他在裡面也有他的叫化作用 他不但是叫化別人 自己的裡面也會表現 劉煥榮我們等一下再來一聊 好啊 我們比較想知道就是 當這些所謂的重刑犯 第一次跟你接觸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對 我們說比如說像 鄭姐那個是一心求死 對 那再來就是 其實我們聽到的 很多死刑犯在犯罪之後 可能三個月內你去看他 他都是一心求死 趕快把我拚拚了 我就沒辦法 有兩個個案我覺得比較奇特一點 一個是蘇建合案 蘇建合 去指那個蘇建合案 那第一次看到我的時候非常憤怒 好像我簽了好幾百萬一樣 那就是你們社會上的幹什麼 我根本沒有犯作 我根本沒有犯案 為什麼把我判死刑 好像我是社會上跟他抵對他 我印象也是 不是我朋友我只是教委師 對啊 就是你們跟外面都一樣的 你來幹什麼 他就是有那個味道 第二個就是 在高雄 台中是哪裡 就後來平反 但是證什麼 一下忘記 他也是第一句話就跟我說 我根本沒有犯這個案子 就台中13億那個 KTV那個 有個警察被打死 後來他就是 就是因為他已經死刑定業了 我那個時候 我們就是跟那個張俊雄 因為院長 他退下來以後 參與我們關懷 死刑法的事情 我們去那裡就說 哇 哇他 這個非常的生氣 也就是非常泄氣 這個案子我根本沒有 槍根本我沒有開槍 我心裡想 我也不是律師 我也不是法官 你講這個 可是我心裡覺得 我扶到那麼多事情 就是一個人講話很特別 他一定是心裡邊的愁苦 而且今天有教委是來的時候 把他稍微發洩一下 那我聽到那個話以後 我真的後來就趕快寫信給王建軒 他那個時候 當建長院院院院長 王建軒那邊給我回信說 這個是法務部的事情 跟我們沒有關係 可能他後來大概有 我去找人去了解一下 後來真的把他從死刑定業 把他變成判了無罪 釋放了 這個案子很出名 對…後來他就來 我幫我去那邊 他現在賣那個有機的這個什麼 這個米 因為這個也是費死聯盟 最常拿出來講的案例 沒錯…他後來就活了出來 活了出來以後 第一天是怎麼說 就來我幫我去跟我打謝 我會覺得說 當時我就是覺得 覺得你講的話很特別 為什麼你跟我說 我根本沒有做這個案子 對 我就覺得說 那我們既然那個人 好像已經被你死亡了 我們也好 能救的救一救 救救看吧 可是牧師 我們在看古裝去包青天的時候 都是大膽刁民為何殺人 他一定是跪在那邊大人 冤枉啊 大人啊 完翁 85%的人 我是覺得是 就是所謂的 該死的 現在是最有應得 百分之15 我是覺得 是可能輕罪重判 或是誤判 比如說死刑犯 全美國也都是一樣 都是 七個死刑犯當中 有一個是誤判的 比率這麼高 很高啊 七個當中有一個是誤判 特別是美國 因為過去有施刑的制度 管他覺得黑人 我就管他吊飾 是 所以下來以後啊 一直這樣流傳下來以後 對這個死刑 他那麼覺得 反正就是怪罪於他 所以 所以有些時候 我就是發現 有一些是誤判 有一些是罪而言的 可以分辨的 是 你們在輔導的過程當中 可以分辨 可以分辨 我們以前當警官的時候 也是學校裡沒有 叫我們要 要懂得觀察術 怎麼樣了解一個人 所以有犯罪心裡 都要研究 社會心裡要研究 所以就反正 聽其言官其行 人員說在 人員說在 還是要研究 那我們這麼講 因為我們看到 或是聽到 大概死刑犯要到刑場前有沒有 大概都是軟腳 然後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罰警架著他 然後這樣拖刑到了 所謂的最後一庭 然後吃完最後一餐 裡面一定有 有滷味有個滷蛋 而且那個滷蛋一定要吃 因為叫完蛋了 以前是這樣子講的 借人時期 那你輔導過的案例裡面 因為我這邊看到那個就是 我們剛才講那個神話KTV 放火 縱火燒死16個人 包括余天瑜大哥 他DB也在裡面那個案子 因為那個新聞畫面 我有看過 他最後是受洗 穿著白袍 然後好像很快樂的充滿髮喜 對 就是他們英雄 他們英雄 他因為被害人當中 有一個是基督徒 他大概照射的是六條人命 因為他只是每天喝酒 要當水的 但後來因為神話KTV發生以後 那個被害人的家屬 就是這個花 這個他們杜發明 杜發一家人原諒他 杜發一家人 杜發一家人原諒他 甚至寫信給他 甚至他建議裡面看他 他真的後來回覆 他全身機關通通捲整 是 包括他的骨頭 包括他的皮膚 最後他就是完完全全的 把自己身上所有的機關可以用 大概造就了四十幾個人 所以就是有一些人他會 真的悔改了以後 他會有一些把自己的機關完全 競爭的那種心態 他要槍斃的時候 他全身都穿著白色衣服 身體上寫了 凡是忍耐凡是這個 反正愛的詩篇裡面都寫 就全身白色 他覺得自己過去犯了那麼多案 死了那麼多人 他覺得很回憶 可是今天記得耶穌基督的保險 把他洗得乾乾淨 所以他穿的是白色的衣服 白色的褲子 白色的球鞋 白色的襪子 那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 其實這個是所有 只要提到死刑犯的節目 討論槍決 什麼都會提到這個人 叫劉煥榮 對 這就真的是黑道大哥 OK 然後殺手級的人物 那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 劉煥榮要被拖去槍決前 還跟記者揮手 然後還高舉右手 中華民國萬歲 沒錯 對 他也是你輔導的案例 我有輔導過他 沒錯 他真的是完全是一個一條漢子 他建議裡面留下了美好的風範 他還跟一些所謂的精神病患 關在一起 精神病患有的在吃自己的曬 他自己把他們擦乾淨 甚至在建議裡面 叫化一些獸型 獸型的就是說 大哥這個講的話我一定聽 他有一次跟我說 我母親你知道我現在都不必買東西 我說你那麼勤儉都不必買東西 沒有啦 人家都會送給我 孝敬大哥一樣 他擋自過啊 對 可是後來每一次我跟他講的話 他都會細細聽 仔細地寫下來 到了晚上的時候 你知道建議裡面有時候會給他們串訪嗎 大哥嘛今天晚上開個步道會 大隊來 後來他們就好幾個死刑犯啊 人犯啊 也有座型犯啊 不見得都是死刑犯 來到他的房間裡 大概十幾個人都在那裡 聽他講到 人家稱他為劉牧師 就這樣 他確實到最後我帶他 大概要槍斃之前 沒幾天了 我們一起在這個 教委室那邊 我們唱了個七億恩典 那個三大南高印度也唱了 七億恩典和甘田那個 我們一起唱的時候 他真的丟臉 大哥的眼淚 他真的後悔 他殺的人當然就是除害的嘛 大哥嘛 他覺得他是在除害 可是以前有立法委 也要為他請命啊 他覺得不要為我請命 那時候我記得很多人幫他請命 就是留他一條命 對 沒錯 他都講不要為我請命啊 其實我已經殺了那麼多人 真的是罪有應的 可是他自己有回覆 他是等於是死刑犯的兩類當中 一類是有熱淚的 另外一類是冷血的 因為我們這麼說 就是因為我讀中正大學 然後中正大學 他有一個很特殊 就是犯法系 犯罪防治系 然後我們那時候通事也好 因為我們跟犯法系 關係其實還不錯 那時候寢室住同一間嘛 然後有時候我們就去犯法系 去休克這樣子 那大概就是所謂的犯罪裡面 大概不外乎三大原因 但不是只有這三個原因 就情財仇嘛 OK 那剛才講的很多都是 比如說仇恨 然後為了錢這樣子 但是也有很多是為了感情 而且是高財生 因為剛才牧師講 其實死刑犯大概頭腦都不好 但是這個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 清代高財生的網水案 他用他的專業榮詩齊案 有一些人就是 因為感情因素 都不曉得怎麼處理感情 因為那個案子也是很特別的 因為一個博士生 這些女生各個都喜歡 就叫胡小慧 對 沒錯 那個博士生 那個確實也長很帥 本來是五 六個女孩子 都要爭取他 多喜歡這個學長 當然 打來打去 打到最後剩下兩個 這兩個還是最好的閨蜜一樣 打到最後 哇 不得了 還是一定要獨佔才行 要不然本來是下個禮拜 你這個禮拜 搞到最後還是一定要獨佔 所以後來就出主下策了 所以是他的老師 清代的老師叫我去看他 本來我也不認識 所以老師叫我去關心他 我去關心他的說話 那個看守所的所長先跟我說 那個老師 那個老師你知道這個人 他真的是 IQ是很高 可是EQ啊 他蛋 跟人做人做事不太懂 因為他家裡邊比較有錢 那有時候要做一點事情 那個掃地 有時候他要掃地 媽媽說 你爸掃 你去讀書就好 爸爸常常跑船 所以家裡邊很有錢 但是我曾經有人問我說 你要問他到底會不會煎蛋 我曾經問過他 你會不會煎蛋 他說會啦 我會啦 因為以前我小孩子 有時候在學校裡邊老師 都叫他們煎蛋 今天煎蛋幾個來 給同學知道一下 你會煎蛋 家政課 家政課 就簡單的 有沒有在幫家事 有沒有在掉垃圾 這個都要學習 因為有一個生命功課 因為總是要做人做事 所以一些人都評論他 說他IQ是很高 EQ要大 沒有認真學好 怎麼做人做事 要不然最要好的一個朋友 怎麼把他這個 王水把它回事 可是他後來監獄裡面 他也悔悟了 而且是融失耶 對啦 那當然沒有辦法 能問那麼多的王水 把他全部融失 融失一點點 沒有全部都不見了 總是說後來的建議裡面 他有悔悟 我有跟那個孫爺叔叔 我們一起看他的時候 他確實也都覺得說 自己不應該那樣的 處理這樣的感情事情 如果說他還有選擇的話 如果像以前 他如果早年 如果能夠聽他的老師講 能夠禮拜天去教會 因為這老師常常跟他們講 你們不要只是會讀書 要懂得會揍人 你們有機會來教會 他們都不來了 因為他們等著等著 我嫁給一個博士 一個畢業生以後 在科學研修那邊 結婚了以後 當貴婦 當貴婦 生了幾個孩子 每天就是這樣的 過著那邊自由的生活 可是老師在講 他們都沒有聽 所以他覺得 如果那個時候聽老師的話 你去教會信你耶穌 如果碰到這個三角問題的時候 他會選擇讓 不會想要去搶 我覺得這個是事後進遷的悔悟 對 就是你知道衝動是魔鬼 對 就是你知道 撒旦引誘人 第一個叫貪念 其實佛教也是貪生吃 對啊 但是他那個 都是事過進遷的悔悟 對 可是有些人就是不悔悟 因為林法官也是判他比較輕一點 判他18年 大概10年他就出去了 要不然練師家你回師 或是你的閨蜜 照理說應該判個武器組織 就判他18年 因為他畢竟學問那個最好了 而且反正在檢疫裡面也有回覆 他在檢疫裡面做口罩 教英文 所以翻譯東西都找他 所以檢疫表現不錯 一個人有一點回覆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早一點出去 是 所以很多重刑犯他會假裝毀誤 對啊 但是裝有些裝不來 都是會 福利尾巴還是會 要獻出來 那個教委師 我們說黃牧師 我想最 這幾年 我覺得最經 它不只是今天大案 也是驚奇大案 媽媽嘴那個謝遺憾 對 媽媽嘴那個謝遺憾 就是 你知道因為我們 我們ET today 我們有很多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就跑線的記者 對 他說你完全看不出來 他就是一副小鳥依人的樣子 對 就是把那個時候那個姓呂的那個老闆 對 然後跟謝遺憾放在一起 對 就是你正常人都會覺得 就是這個老闆幹的 跟這個女孩子沒有關係 你跟他接觸 他就是真的看起來那麼無辜 這樣嗎 一個人 他的這個本性 有時候可能從他家庭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大概 謝遺憾自從他的爸爸過世以後 他也覺得媽媽很辛苦 他想拿一點錢 能夠孝敬他媽媽 剛好有那一個人 男人 對老夫妻 男人常常來喝咖啡 然後跟他有說 就有說有笑 甚至那個男人 當然現在是死無對證 所以以前會到他的這個房間那邊去 幫他什麼洗澡等等 那個男人會給他一些什麼這個物質 這個都是死無對證 是 但是他後來就是 存款裡面會多了這個 大概不曉得幾十萬 這個可能也是從這個地方拿大的 不一直拆 是 他覺得是有感動 後來又想要結婚 又想要讓媽媽過比較好的日子 他腦筋裡面太單純了一點 就是把這個兩個人 兩個夫妻們弄死了以後 好像製造了好像潮水把他們 這個好像這個 滅了以後滅完了到海裡邊 被雨吃掉以後 找不到證據了 人家那個潮水又回來了 人又擱淺了 結果這個命案就出現以後 他就是後來才會覺得說 他自己實在是 腦筋有限 而且跟他講了說 他沒有想到說他是一個貪財的人 不是啊 他縱死 那對老夫妻被他弄死了 往生了之後 財產也不會是他的啊 沒有啊 所以他後來就是把他弄死以後 而且想要脫領 不是變裝嘛 想要脫領 按嗎 密碼不曉得 結果後來也被拍照了 是 所以我才跟他講 因為當初他不認為他自己是貪財 但是我們聖經裡面有些計畫說 貪財是萬惡之梗 經驗裡面百分之七十 都跟錢有關係進去 偷 強 毒 騙 殺 還有毒品的毒 包括謝英涵這個 他剛開始不承認 我講給他聽的時候 剖析給他聽的時候 他最後承認是貪財 貪財是萬惡之梗 所以 貪財也是人類進步的原動力啊 不是 那個當然金屬愛財其實有道啊 是 你不能用不正當的方法 把他們殺了以後 就把錢拿出來 是 雖然那個男人對你很好 給你很多額外的錢 你還是要感謝沒錯 可是讓他們好像走了以後 就想奪起他們的財寶 完全錯誤 這個是網羅啊 你陷入網羅的時候 永遠都把不出來 貪財就好像 就是一條魚落入網羅裡頭的時候 如意再往思路一條 那我說實在 因為我知道要訪問這個黃牧師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問你的問題是 我相信很多人問過你這個問題 那是死刑啊 罪大惡疾嘛 我們當然我們認為 法官不是神 他不是上帝 他不可能非常全面的 完全全面的知道這個人 是不是該判死刑 因為我也認識一些 在法律界服務過的長輩 那我認識的那個律師 當然他後來教補習班 所以我才認識他 因為我自己是本身 教補習班的嘛 我才認識他 然後他是中心法律的 就是屬於實務派的 對 然後有時候我們就聊到 他是反對死刑的喔 就是他跟我們一般的觀眾不一樣 就是那種人大堂的死就好啊 這吃療癖的 他是反對死刑的 他的理由很簡單 他說醫生要救一個人要讀七年 對 醫生嘛醫學院嘛要讀七年嘛 才可以去救一個人 對 然後你要判一個人死刑 只要四年 OK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剛才在想 我最想問教會師的這個問題 一定很多人問過你 這個大堂的死 這個死刑有什麼 有什麼好教會的 對 那就是因為第一個 他跟他們家人的關係 如果在軍裡面有教化 跟家人的關係 家裡面會覺得放心 因為如果這個人還是氣憤憤的 他實在做錯的事還不肯認錯 他實在是讓生他的父母覺得很後悔 是出了孩子 他應該跟他出事的時候 每天都好 但是他們都覺得說 我不是親油飯的 什麼意思 親油飯就是男生嘛 親油飯 家裡面都會給油飯人家 家裡面生那個男生 就是滿桌睡的時候 對啊親油飯 所以他們覺得 我也是家裡面所疼愛的 今天我也搞到這樣 家裡面當然有說 曾經有個死刑外 也是自己向部長寫信說 趕快給我撞撞掉 確實費審聯盟有些的時候 問我說能不能去看看他 為什麼他要這樣搞 我們是希望他們能夠活下來 好好的做一點事情 像法務部已經在推動 所謂的修復式的正義 所以不見得把他撞撞掉 真的能夠修復被害人的痛苦 要讓他們在監獄裡面做一些苦工 賠償一下被害人的損失 可是監獄的薪資很低啊 至少他要表示他的歉意 要表達說我做錯了 我應該回覆 小小的錢 把他寄出給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說 這樣也有生意 有生意就是生意吃醉了 所以也是一種表現 現在就是有一些事情 問題是自己跟法務部長 趕快給他槍斃掉 是因為他的家人很痛苦 在市場上的時候 人家家裡面的人都跟他講說 你兒子當時不會打打掉 這樣還沒打掉 所以媽媽爸爸來監獄探訪的時候 就會哭啊 哭的時候兒子怎麼辦 他就覺得沒辦法做這種事 所以趕快寫信給部長啊 趕快給我槍斃 部長換了人了以後 趁著就把他槍斃了 你不曉得活 讓你死啊 其實我覺得 不見得說把他槍斃掉 就是有真正的 回到好像公益的原則了 因為修復社的真意就是 被害人應該得到 加害人的補償 他如果留在建議裡面 好好做一點苦工 賺一點錢來彌補他 他絕對不會假的要逼 因為建議裡面可以賺很多錢 可是牧師應該是這麼說 因為我們大概聽到的都是這樣 因為畢竟我們不是在法界 那我們聽到大概都是這樣 就是通常會不會判死刑 跟受害者家屬有沒有和解 有很大的關係 那通常如果有和解 就是一些一定程度在物質上的補償 金錢上的補償 那他大概就不會被判死刑 大概啦 大概啦 大概就不會被判死刑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也有出現一個案例 就是他跟自己的家屬這樣 他還沒和解 和解之後真的補他 什麼會這樣 對 有啊 就是賠他860萬還是要把他死刑定 所以他有賠錢 可是有些時候法官他會覺得 所謂的自由行政 這一點他是一直長存 你認為你的所謂的賠錢 是因為你覺得好像很虧欠 可是按著你的罪行 你真的是該死 是 因為你殺了他多少刀 多少刀代表說 你真的是當時 實在是腦筋很清楚 才會一直殺一直殺 所以你看一個罪無可患啊 該死啊 求其真的不可得 求其真的不可得 對 所以給你死啊 所以一直判他死刑定員 現在這個法律連身條款 被大法官把他駁回了 連身條款就說 以前判他死刑了 高等法院判死刑 送到最高 最高又把他發回更整的時候 又同樣的法官又把他判死刑 他們認為這是違憲 現在這個大法官其實沒有違憲 同樣的這個連身條款 就同樣的這個法官判決沒有違憲 因為到第三審都是法條審啊 就沒錯 不是事實審啊 對啊就發回給這個第三 第二審的高等法院在判的時候 仍然是同樣的你在判的時候 沒有違憲 對啊 所以你只要就是 你沒有新的事件嘛 事證嘛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 所以有時候 在監獄裡面的法官他判決 是以這個所謂的這個 好像自由行證 也沒有什麼說 非要完全的廢除不可 因為有些人的人心 真的比萬物多詭詐 壞到幾處 很難試透 所以都需要時間的去了解 以後發現 他如果真的有回憶 我是覺得可以有第三 第四審 第四審 就是所謂的 有了非常上訴啊 不是非常上訴 都駁回也就是要槍斃 是 就是要找一些公正人士去瞭解 教委師啦 真正社會人 公正人士 大家去做一個 第四審的這個審理的時候 發現他有回憶耶 給他機會 讓他在監獄裡面 一直做到 監獄裡面 關到死為止 就是讓他好好的做一個 故事 其實應該是在去年那個殺警案 應該是去年了 如果我沒記錯 去年那個殺警案 就是有一個外衣間的嫌犯逃走了嘛 然後被警察發現嘛 就反而殺了原警 OK 然後這件事情 其實那時候 廢死聯盟就被拉出來鞭屍嘛 當然 其實不能怪廢死聯盟 因為法官不是他啦 法官不是他 但他們有他們的理念嘛 OK 那那個時候 我就曾經在網路上寫過文章 然後當然廢死聯盟 當然可能 我不認為他是廢死聯盟 但是可能是外圍 或者是認為 要廢除死刑的人 不是那個組織喔 有人來我這邊就鬧板嘛 那大家就吵起來了嘛 大家都吵起來了 那很多網友他們的意見不是 他們認為不是不能廢死 而是台灣並沒有真正的終身監禁 你說無期徒刑大概 大概都15年18年就出來了 對不對 他沒有真正的終身監禁嘛 所以你說他殺了一個人 他甚至 其實在台灣真的 如果殺一個人 通常是不會被判死刑的啦 通常是可能兩個三個 而且手段極度殘忍 包括什麼肢解啦 然後毀屍啦 甚至還有其他更誇張過分的行為 但是台灣並沒有真正的終身監禁 所以很多人的很多很多所謂的反對廢死的朋友 他們的利論在這裡 我認為也可以廢死啊 但是你要讓他付出相應的代價 對 但是台灣並沒有真正的終身監禁 也沒有鞭刑也沒有肉刑 其實我也認為很多說可以廢死是因為 我希望他受到彼死更殘酷的刑罰啊 對啦 當然就是說這個所謂的 到底死刑是不是要把它變成十環 讓他關財政 然後在最後的第四審 如果他真的回悟了 讓他關到死為止嘛 之後他就在建議裡面可以做一點苦工 去陪葬被害的人 因為你活著還有可利用的價值嘛 你死掉了什麼都沒有嘛 你把他槍斃以後 那個被害人 他也許當天晚上喘一口氣 他死掉了 可是他沒多久以後都恢復嚴狀了 不是啊牧師不是這樣子啊 他如果關到死 他的器官沒辦法捐贈啊 現在因為台灣 他們捐贈器官以後都被人家誤解 被國際人士誤解說 你們是中國 活在器官 你們台灣的醫生不能在國際醫學會議裡面講到 演講 就是以前是這樣啊 我們其實台灣是台灣啊 跟中國不一樣啊 我要說服這些死亡健身機關 那是九牛二虎這地呢 他們有時候都家裡 家裡面全是觀念 媽媽就跟他兒子 兒子啊 眼鏡被人挖曲的時候 你怎麼有辦法回到我們家裡來看訪我們 兒子啊你的腳如果被拿掉以後怎麼走路啊 兒子啊你怎麼 兒子啊你怎麼 兒子都說我會飛啦 我會飛啦 我會飛啦 他們還是家裡邊西官兩個全是 要捐贈器官很難耶 除了他們信耶穌 都覺得我的器官把他爛掉了 不如送給人家嘛 是 曾經信就這樣嘛 對啊 當然剛剛是機關要給人家的時候 人家不要 人家不要啦 拍行拍行我不要 另外後來榮總就要啦 移植成功以後 那個二十八歲的那個年輕人 就跟那個護士小子談戀愛 兩個人結婚了 剩了兩個可愛的孩子 所以 曾經信信還在跳 所以那個牧師 你輔導這麼多的死刑犯重刑犯 你認為廢死是一個值得的方向嗎 我是覺得看人 當然 牧師 這一句看人就表示沒有廢死了嘛 因為在所謂的廢死聯盟裡面 他們希望達到的是全面的廢死嘛 對嘛就是 當然有時候舉一些例子很難聽 我們在節目我們就不講了 對 你說大家只要照顧而已 什麼話我就說得出口 對不對 什麼話我們就說得出口嘛 OK 那我們就 我們就 那些難聽的話我們不要講 你自己手上輔導過這麼多教會過 這麼多重刑犯死刑罪大惡極 求其身的不可得令人法子 須有永久社會 須有與永久 永久與社會隔絕是必要的人 對 那你真的覺得廢死是一個可行 而且是值得做的一個目標嗎 我覺得要看人 以我一個牧者的態度 因為我們聖經裡也說有永聖有永行嘛 有地有天堂嘛 他們就是選擇天堂的路 OK OK我們栽培 那他選擇地的路 已經給他交了很多 你還是選擇那個路 所以放著學他們研究嘛 現在不是只是他的家庭因素嘛 也不是他的心理因素嘛 有些是生理構造就有問題 對啊 有些是你自己的選擇 你為什麼要走這條路 明知不可違 你卻去做 你就是願意去死啊 所以你何必 所以我們也有人 為什麼要走向地獄的路 他就是不願意選擇做好人嘛 他就是選擇要做壞人 像鄭傑他就選擇我要做壞人嘛 你自己選擇了 所以你為什麼要給他廢死 你自己願意下地獄 有些人還說我不下地獄 所以下地獄 還有好像虛偽的豪邁一樣 其實是因為罪有應得 所以他已經有了地獄 人士已經活著 如果他還能夠活著的時候 讓他做一點有益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 善用這個人活下來的意義 要不然他已經殺了人 你馬上給他槍斃 過幾天以後 好像正義得到張選了 可是那被害人的心靈的痛苦 如果好像還是沒有得到完全的解決 所以給他有機會 如果他不想改 就槍斃掉吧 我沒有覺得一定要全面廢死 所以要選擇性的廢死 那牧師我最後想問你一個問題 牧師你有看過那部電影叫吃雞1995嗎 有啊 看過啊 消聲客的救援 其實我這部電影 我是長大之後才看的 好啦就這麼講 我是在兩年多前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又不能出門什麼都不能幹嘛 然後就在家裡面看到了這部電影 那因為美國是有終身監禁 但是他們終身監禁 通常在你快死之前 才會把你放出來 所以在消聲客的救援裡面 就提到一個叫體制化嘛 那個布魯克 布魯克那個 故圖書館的那個老先生 最後在所謂的中途自家 自我了斷嘛 然後瑞德出來之後 他差一點走上那一條路嘛 那你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因為瑞德最後被假釋是 他完全已經沒有任何念想了 就是我覺得你們根本是搞爭笑 你們就是放屁 什麼改過 我以前就改過 你們還不是放我出去這樣子 那以你身為一個教誨師 擔任這個工作這麼多年 你曾經也是一個巡官 然後當教誨師 你看過的案例這麼多 你怎麼看所謂的刺激1995 那個真的有教誨的功能 當然建議裡面 形形色色的都有 我是看過忘記了 因為建議你只要跟長官關係好一點 大概你的日子比較好過 你如果有你的個性 不想照著監規來走的時候 你日子會過得很辛苦 是真的 所以如果服從監規 對他們來說 建議其實很多獎勵制度 你如果建議裡面 如果你不想抽菸 好 我就給你跟不抽菸的人 住在一起 你也免得受二所言之害 這個建議你想讀書 好啊 給你升學 建議也可以讀到大學畢業 他不只是說自己在那邊補習而已 他會讓外面的大學裡面 來跟他們辦合作 所以他會拿到的畢業證書 是外面的大學的畢業證書 所以讀書要做工都可以 工廠也常常到建議裡面去 設置一些設施的東西 你從建議出來以後 你直接到他們工程上辦 所以建議學校化 人性化 還有工廠化 很多方面透明化 所以現在台灣的建議 是越來越開明 如果好好在建議裡面學習 終究有一天你出議的時候 你會變成一個好像 過去的階下球 現在變成坐上兵 過去他們認為自己是過激老實 人家寒打 他現在覺得自己已經是下水道裡面 竟然可以長出新一草 芬芳無比 過去他們覺得像黃河一樣的髒 現在他們像銀河一樣的明亮 閃亮 所以過去所拿武器 現在所拿樂器 過去人見人厭 現在人見人厭 現在人見人厭 人見人靜 所以可以改 建議是可以教化的 就是他們如果不願意說教化 那也沒戲唱 所以看他們有沒有個願意的戲 願意的話 上機會拿他們一把 那跟教委師我們聊了那麼久 其實我相信教委師也是想跟很多人講 因為剛才教委師有提到就是 其實很多人他就是在一時衝動 犯下了滔天大錯 OK 那我們也希望給他一條路走 但是有時候沒路走 是他自己選擇的 所以我們最後的結論就是 爬路不可以走 不可以做爬路 謝謝黃牧師 謝謝 謝謝 其實也是預防聰議治療 是 如果年輕的時候 叫他們好好走一條陣路 到老也不會偏離 所以我們加上騎多輪車 環島一圈就是我們飛行上來 過去是是非的飛 至少是非 現在不想展翅方飛翔 所以小孩子大概從小 如果我們做一些預防工作 他們不必坐牢 還有救 還有救 不會當死刑犯 是 好 那非常謝謝黃牧師來到我們現場 其有之旅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 好 好 那 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